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台湾友来宾 首先是钱大使资深外交官 杰文基大使 何荣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另外国安战略专家崇文贾教授 大家好 还有林传媒董事长施维权施董 大家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俄乌的最新战事发展 从乌军8月6号发动了跨境攻击 结果一攻就攻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那么在库斯克这边的俄乌交战 已经将近要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俄罗斯境内首度的遭到入侵 然后在乌东的顿内茨克战情 现在也是扑索迷离 而现在在乌东这边 重要的战略据点 也就是红军城传出有可能会失守 但最近乌军的指挥官 这个塞尔斯基 他最近在接受CNN的访问时 他再次强调说乌军全力拖住俄军攻势的战略 正在奏效 就在这个时候画面上提供给您看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5号抛出了一个震撼弹 他表示说已经准备和基辅和谈 我们看这个普丁呢 他提出的条件包括两点 第一个就是必须根据先前在伊斯坦堡同意 并且实际草迁 原文是initial 草迁过的协议 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和谈 第二点就是中国大陆跟巴西还有印度 在俄方的眼中看起来都是诚实的调解人 可以参加未来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 而且还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对照普丁最近啊 还有包括像是过去他曾经表示他曾经谈过和谈 不过呢 他说只有当乌克兰宣布永久放弃加入北约 以及割让被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的领土 那么俄乌才有可能会讨论停战 但这次的说法似乎又有一些不同 大使如何解读这次普丁啊 他丢出一个愿意和谈这番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普丁认为啊 目前是一个好的时机 他已经到了 丢出这一个和谈的讯息 因为知道这个背景是 泽伦斯基好像他的内阁现在要进行大的换血 对 这换血为什么就三分之一的部长突然都下来 包括表现不错的啊 库巴列夫也是他的外长 那个从开战之前就是外长 在这个时候换将啊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应该是内部路线有正大争议 而且这个外面的战争打得正急着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普丁抓到一个时机 抓到一个时机 这样丢出一个和谈的这一个 这一个建议 事实上我认为啊 普丁可能是希望要加深乌克兰现在内部的啊 有关核战之间两派人马之间的斗争 而且下重压力 下重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 就是说战争啊 还有和平啊 之间很多尔虞我诈的啊 提和谈并不是真的要和谈 提和谈可能就是战争的另外一部攻击的手段 所以现在丢这个球出来 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接 我觉得乌克兰的话现在就变成内部可能会比较乱 那主战的话就要用比较强的压力来压制组合的 这一派的声音 任何一场战争没有百分之百主战的啦 就是说参与战争 你看我们这个抗战啊 八年啊 组合的声音没有断啊 对不对 直到老蒋下过一次命令说 以后谁再讲和谈就是格杀勿论 这个论调才慢慢才停下来 那之前你看国民党内部 那个叫汪精卫的啊 就直接去和啦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啊 万真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单纯的 一定有两股力量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所以这种提出和谈 这个要求在这个关键时期 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另外一个攻击的武器 去分化乌克兰的内部 然后呢 再加上 为什么乌克兰现在内部 这个会有这些 我认为和谈派的力量 可能又重新找到一个 找到一种资助 就是拜美国的选举 对 如果川普获胜的话 那川普也要组合啊 那你那时候 你到时候你乌克兰还有什么选择 那时机正好 11月5号是美国总统大选啊 那泽伦斯基之前不是抛出 他在7月份的时候抛出说 11月也许第二次这个和谈 那您觉得有机会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川普上来 川普已经讲了 川普前两天在这个Arizona 这个群众大会来讲 他说 他说这现在目前这几场战争 都很有可能把我们 领到第三次世界上 尤其是俄乌战争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这场战争停止 所以呢 他说我会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就推动俄乌停战 总统当选人哦 也就是说11月5号 他当选的话 他不要等到1月20号 他正式上任 11月5号他就开始推动 马上办 那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乌克兰自己觉得 这场战争 我可以靠我自己的 小米加步枪 或我自己的自家兵工厂 然后就可以跟俄罗斯打的话 那你可以不必管 美国的态度 可是你今天 你随时战况111出现 就要希望美国拿武器 希望欧盟拿武器 你现在整个的军队 集养 军队的装备 基本上应该都 是不是百分之百了 都靠这个西方 靠美国为首的西方 在支柱的话 那你这样战争的话 只要你的美国出现问题的话 你这样战争 就一天都打不下去 所以大使点到一个重点 关键就在于美国的态度 现在美国11月5号 这场总统大选 其实呢 也很担心是俄乌的局势 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跟发展 所以也看到了乌克兰最近呢 仍是出现了大的动荡 这个内阁大幅的耕动 包括刚刚提到的 顾列巴就是乌克兰的外长 他请辞获准 而他之前呢 也已经有两名副总理请辞 另外呢 像是产业 这个战略产业部长 还有司法部长 以及环境部长 总共五人 至少目前已经有六位 这个内阁官员 就是部长辞职 而路透社也报道说呢 乌克兰政府现在正在进行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改组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泽伦斯基只强调 需要新的能量 而且他也要求国会同意 他所提名的职业外交官 西比哈 就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 上面是库列巴 下面这位就是西比哈 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官 而且呢 他之前就在外交部 担任的是第一副部长 所以希望能够来继任 这个库列巴的职务 好 那么内阁大幅改组的背后的战略动机 我们怎么研判呢 文藤老师 那当然他会大幅的改组 其实在战史呢 尤其要凸显的就是一个两个 就八个字的真言 就是军纪如铁 军令如山 因为你想一个战争实况 这个我想 责任司机呢 他要的就掌握 他所有不管是军令 或是军纪 他是特别要重视 因为你看一个战争 因为政府长期面临的像 长期的战争的压力 或者是民心的疲劳 还有这个行政效率的低落 因为战争嘛 很多事情都不那么正常 那因此此刻呢 他要把这个所谓的 不私人的犯下来 凸显 第一个他对这个 人事的一个重视 第二个呢 他也在强调 他自己得一个行政魄力 为什么魄力呢 他只能宁愿 宁愿自己干垮 也不要被拖垮 你看这个 出这么多问题 尤其讲到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雷茲尼克夫 其实他就是因为 这个下属 因为有一些贪污问题 导致呢 他必须要付 这个行政连带责任 那凸显说怎么样 就是说 贪污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挑战 因为如果说你贪污的话 当然第一个 削弱军队的战力嘛 比如他拿出一些 不好的东西 那当然 对最后一段战力 是你大家的影响 此外也得到 外部的一个不信任 你看他战争的过程中 不管是美国 北约 提供这么多军需军援 那你如果你把 内部要搞掉了 把它贪污掉了 那当然 这个都会让美国 或是北约这国家认为 我投那么多钱给你 结果你把它 把它贪污掉了 对美国跟西方国家 也很难交代 对 很难交代 那当然啦 其实也可能就是 他选出更 虽然这些他应该是都他信任的人 这些信任的人 但是他可能要更具备 不管他操守 或是更具备有战略眼光的人 才能跟他配合 不然我看他一个人是取高和寡 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内阁大幅改组 背后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那当然是有啊 因为我想说这场战争能够撑得下来 那显得一件就是美国的支持 当然还有北约的一个支持嘛 好 这个部分我继续请教大使一点 就是说因为看到这个西比哈 其实他是专业外交官 他之前担任过副外长 那大家对于他比较陌生 那所以打这张牌 应该算是最安全的 是这样子的考量吗 对 那当然啦 这个人事的更换不能随便换的 你要有这个强烈的背景 因为政务官基本上 这个部长他不只是 他本身有业务要办 他还是一个部会的这个领导 对 你要带领整个部会打团队的 不是说你只看到一个部长 天天在外面谈判 他后面没有一个团队 他这个仗没办法打的 对 所以人不能乱用 不是说你一个人不错 你这个要丢到哪里 里面没有人脉 不了解内部运作 不叫组织文化 没有足够的这些精力 资力 让你下面要带的人 对你产生信心 或者一点敬意的话 那他是做不了事的 理解 所以其实就是讲说的安全牌 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也是说 其实不管这个外长是换谁 最后决定的还是泽伦斯基 最近普丁 你就觉得说他在说反话是吗 普丁最近呢 他说俄罗斯希望贺锦丽赢得大选 不仅是因为贺锦丽是俄方 最欣赏的美国总统拜登 指定接班人 而且也因为他的笑声 太有感染力了 听到这边大家都笑得出来 太好笑了 英国天空新闻呢 也批评说 普丁的言论 可能就是为了要破坏贺锦丽的选情 这个大家用膝盖想也知道 普丁应该在说反话 好 所以白宫方面 立刻就由John Kirby回应说 如果普丁先生能够停止讨论 我们的选举 并且停止干预 我们会非常感激 问题来了 你觉得普丁的言论 能够影响美选的结果吗 从普丁上海以来 事实上在美国历次大选 他都会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有一些表态 会有一些发言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2004年的时候 普丁他公开的indorse 他是公开的推崇 GW Bush 他说如果不惜输了 全球没有人可以阻止 恐怖主义的蔓延跟兴起 那时候的背景就是伊拉克战争 就是美英非法的入侵伊拉克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2008年的时候 普丁那边倾向于欧巴马赢 因为他们觉得 比起McCain 就是欧巴马的对手来讲 如果欧巴马赢的话 或者美苏关系 可以有一个一盘全新的一个开始 2012年的时候 普丁公开的推崇欧巴马 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的声势 已经开始崛起了 普丁公开的称赞 川普说 他是一个非常的 outstanding and talented 非常睿智 而且是非常卓越的人 然后2016的时候 不只是介入大选 也介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 所谓的email的骇客事件 这样子 那引起了希拉蕊的对手的 那个桑德斯很不高兴 2019年 普丁公开的宣称说 俄罗斯将会介入美国的大选 你从他的一个记录来看 普丁他毫不保留的保留 他表达了他的一个偏好 而且企图了搅局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确立的 那重点是说 如果你是川普 或者是你是民主党 你该如何回应 那我觉得唯一的途径 就只有淡化 那川普 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说 白宫的John Kirby 已经回应了 那事实上川普在隔天 也已经讲了说 我不知道这样子 是在羞辱我呢 或者他是在帮我 事实上也是在淡化 不管普丁真的一个意思 如何是在淡化 事实上普丁这样的一个发言 我们也要看他的一个脉络 刚好在普丁发言的前一天 美国司法部公开指控 俄国媒体影响美国的选举 甚至点名两名记者 就是他们的一个不实报导 这个就是在俄罗斯的一个不实报导 如果美国媒体把它当作真的话 在美国媒体影响效益 当然会引起美国的一个选举 这是美国用官方司法部公开来指控 那隔天普丁就顺着这样的一个事 开了这个贺锦丽这样的一个玩笑 所以我觉得搅局是一定的 搅局背后有企图 这个也是一定的 先来看的就是说 提到了美选也来看最新的民调 CNN的最新民调是美国总统选举 现在关键的六大摇摆州 当中贺锦丽目前在威斯康辛州 还有密西根州是呈现领先的 那川普则是在Arizona占上风 而在Georgia跟内华达还有宾州 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民调 几乎现在是拉锯不相上下 而在这些摇摆州当中 宾州是选举人票最多的州 大概19到20张左右 宾州人这时候说话了 宾州大学的政治系的副教授 叫史培尔 他就分析说贺锦丽如果要确保在宾州获胜 就要避免犯下希拉蕊克林顿 曾经犯过的相同错误 什么错误呢 2016年希拉蕊在选举的时候 在宾州是输给川普的 因为希拉蕊当时大多只是在费城 披兹堡还有宾州规模最大的都会区 注意是都会区造势 忽略了其他宾州的地区 所以史培尔就用自己的例子 他说比如说他当时住在伊利郡 希拉蕊就从来没去过 新闻周刊也抱持相同观点 说贺锦丽到目前为止 只造访过披兹堡 但是川普却曾经造访了 像是Johnston还有Bottler 还有像是Wicky Spear 以及约克这几个地方 意思就是擒袍选区很重要 是这样子吗 民主党应该不会再犯 同样一次错误吧 大使 很难说 很难说 这个就象征候选人本身的个性 跟他对于公众的这种 进去接触 对他是加分还是减分 我觉得就变就是说 贺锦丽他的形象塑造出来了 可是问题就是说 面临比较尖锐的问题 他的直接的对策 看起来是比较贫乏的 当然现在他最近 我看好几天没有出来 我每天在看美国的新闻 我就看怎么最近 他怎么都没有出来 那一般的讲法说 他现在在闭关 准备辩论 准备辩论 就是准备恶补 去这些题目 准备好好的 可是问题 可是有一个礼拜都没看到他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辩论要到下个礼拜二 所以他这个有一段空窗期太长了 他上一次接受CNN的这个专访 那很奇怪 他带了他的副手一起收专访 听莫比较 那个场面就蛮怪的 然后那个就是说 那次专访过了以后 我觉得我不晓得贺锦丽对自己打多少分 不过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 为了替他这一次的受访 想了很多 就是说他的亮点 可是都不太亮 我看起来 看当场的那个专访 似乎还蛮友善的 蛮友善的 他的个人形象是 就是说第一个年轻 第二个他慢慢摆脱这种老白男的这种 这种就是说这些形象 那可是形象不是完全 美国总统最后还是要在 这些每一个政见上面 要很扎扎实实 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 闪躲的话 在美国这个政治文化里面 不是会受欢迎的 对 所以呢 我觉得他将来面临的考验 还蛮多的 那就连这个 比如说宾州 他需要怎么讲 要不断地去握手 这方面他如果没有加强的话 很可能他会撕掉这一州 就跟这个Penn State的大学教授 讲得很像 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 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会向美国援选 也就是现在 现在美国要学校大学要开学了 接下来就是说 过去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拜登这个政府 极力稳定住的这个中东局势 会不会持续稳定 然后俄乌战争 会不会有这种大的转折 这些都是对贺锦丽不利的 另外美国这个上周股市大跌 那么已经连带的让大家觉得 美国的经济 事实上是往衰退的道路 那再加上这个联总会怎么样降息 那么怎样在这个 贺锦丽最需要投票的这个前后 这关键是要营造一个美国经济 一个荣景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大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经济还是很重要 然后这个核战还是很重要 那当然贺锦丽自己还要努力 当然就是说下个礼拜二的这场辩论 那么可以说很关键 你记住这个 拜登就是一场辩论就败下阵来了 就一蹶不起 9月10号的辩论会见真章 不过在此之前 其实刚刚大使又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贺锦丽到底在想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政策 你的想法是什么 这也是美国选民想要问的 因为美国玛丽华盛顿大学 政治系教授兰若斯 他就提出了独家的观察 他说因为贺锦丽想赢 所以他跟大多数的政客一样 选举之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可是因为他没有独特的见解 以至于选民只看到贺锦丽 变了 转变了 但是却没有说明为什么翻转 在上次的这个媒体专访当中 他也特别提到 他说他的position改变了 但是他的value 他的价值没有改变 那到底哪些改变呢 比如说贺锦丽看到他最近 不但是支持取消私人健康保险 在过去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和伯尼桑德斯共同发起了一项 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法案 甚至他说他也会采纳川普 这个小费不用缴税的提案 可是贺锦丽曾经允许国税局 追踪小费来方便征税之用 所以兰若斯就批评说 选民不明白的就是说 你现在变来变去 可是你总得跟大家说明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改变 当然我们也提到了 美国的媒体普遍来说 不能说所有 但普遍来说对贺锦丽算是很有善 所以文贾老师您觉得 在9月10号 因为刚刚讲建真章 所以在这个辩论会上 就算媒体不追 那么恐怕跟他到时候辩论的川普 一定会往死里打 那首先现在讲媒体 其实美国的媒体跟台湾一样 它其实有分一个左倾的 就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 比如像CNN 比如像这个纽约时报 那当然有右倾的 支持这个所谓共和党的 那当然包括这个福斯电新闻 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 其实它是敬畏分明的 那显示意见的 这个在媒体的效应里面 我们看 在观察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里面 我们可以特别凸显出美国的一个政治环境的两极化 刚比如说那个民调看起来 你看在这个威尔康兴州跟 密西根州 其实你看都是贺锦丽跟这个领先 但是它CNN做的报道 CNN做的报道 那当然是他们 比较偏贺锦丽 比较偏贺锦丽嘛 那当然就是显得意见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看新闻媒体来取决于胜与败 要看是谁做的民调 那但是这个大选的过程中却是变成是很重要的 刚刚这个两位也提到比较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贺锦丽呢 我觉得他是有必要把他的政策 不管哪怕是换个位置换个脑袋 也要把它说明清楚 因为其实新闻会报导 刚刚这个川普也会去攻击 那此外呢 还有选民 选民在看 但是选民也会容易受到新闻的操作 这也在所难免 但是我觉得在三方面可能贺锦丽都要处理好 所以他闭关我觉得也是一个先好的方法 因为毕竟呢 这个贺锦丽 他没有像这个拜登这么老谋深算 干了三四十年了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要对他的政策的连贯性 因为他毕竟只有当过这个所谓检察官 检察长 包括参议员 包括一任的副总统 他显了一件事比较之前 那而且这是我们看他整个一个 刚这个何隆你所提到的 他只是抛瓜 提到是一个内政问题 那对外交的部分呢 其实就没有去提 那我想说呢 这个到时候川普的攻击 可能不支持是内政而已 包括他禁忌的问题 美优先一定包括涉外问题 是不是要所谓的美国优先 是不是要采取所谓的一个国家主义 而去否定了 这个拜登或是贺锦丽所提到的 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主义 那当然这都是贺锦丽要去攻跟守的 而且要把这个政策说清楚 这样明白的 对选民来说 其实常会问候选人 就是你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你必须要说明给大家知道跟清楚 不过在此之前 在辩论会还没登场之前 已经看到了美利坚大学的历史记教授 叫李赫特曼 他曾经成功预测九次美国大选的结果 五号他发布了他最新的预测结果说 他说贺锦丽会赢得今年的大选入主白宫 但是不是10月5号就见真章了 那川普这边呢 来右下方看到他最近则是提出了减税 所以呢 他说他当选之后 要成立一个消减联邦支出的政府效率委员会 可能会由马斯克来领军 而且用减税来鼓励美国制造成立主权基金 所以万一如果他成功地塑造了 减税的川普 加税的贺锦丽 那这个减税加税 对于这次投票意向来说 它到底影响的效果会有多大 事实上川普减税主要是减富人税 减企业税 那贺锦丽加税呢 针对的也是那个富人阶层 但是在选举里面 很难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 重点在于说 贺锦丽能不能摆脱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让一般的一个选民知道说 贺锦丽他除了像主持人来讲的 他有一个中心思想 而且他有信心带领美国经济走出一条路 刚才大家有提到 经济议题是这次美国选举很重要的主族 刚才介大使也有提到了 美国股市的表现 美国联储会等等 加上我们最近看到的 企业采购指数的表现不如预期 还有连台湾的股市也可以发现了 那个美债竟然为辅的都一直往上升 美债竟然会往上升 那代表什么 投资人相对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代表什么 对美国经济的前景 还保持着一个不确定的观望 还是没有信心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贺锦丽的栏题 第一个呢 程鲁昨天那个New York Times 他的专栏作家 Bruce 他写了一篇文章在分析美国选情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评论 我还蛮赞同的 他说接下来是看谁能抢夺温和的保守派 那时候比较激进的 或者是我们认为那些 比较中高年龄的失业 学历比较低的白人阶层 那个他们的政治倾向事实上是很确定的 高学历的对于保守的共和主义者 不屑一顾的那种民主派 他们对贺锦丽的支持也很固定 那重点是温和的保守派 贺锦丽民主党能不能抢夺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贺锦丽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整体的经济表现 红州比蓝州 就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州 或者共和党主政的州 在经济的表现下明显的比蓝州好 那你民主党拿出怎样的一个政绩 以及论述来说服说 你温和的保守派支持我 我会给你一个稳定的一个经济的前景 所以贺锦丽他目前在社群媒体上 或者他声让高是 他有很多的秘密那种迷因 使得年轻主流很容易扩散 可是这不代表信心 如何从一个具有可谈性 话题性的迷因的一个人格特质 让人家看到 他是一个对美国未来 可以引导 让选民有信心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就看接下来一个辩论 他能不能呈现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当然这个盛雪呢 其实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大命在天 必须天时地利人和 都看对贺锦丽是否有利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来说 你哪里也问不得 你无法讲解 人是否有利 你不得了